我不同意 对中国大陆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中国留学生 喊出了不同的声音 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3月9日 这里是银爵之光YouTube频道 让我们从大洋洲出发追溯地球村里的中国光影 期待您的评论 感谢您的订阅 留学美国的中国大陆学生日前贴出海报 表达他们对中国大陆取消主席任期限制的反对 海报最早于3月1日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校内留言板贴出 两天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出现 一周之内 在美国 加拿大 英国 澳大利亚等国家 已至少有9所学校出现了类似海报 海报 以习近平的肖像图为背景 压图的是中英文的标语 中文是反对废除主席任期限制 英文是not my president 中文翻译是不是我的主席 海报的设计者和活动的组织者 在接受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的推特采访时表示 他们来自中国大陆 目前在西方国家留学 他们希望匿名接受采访 因为担心遭到报复 这些学生在推特上用文字回应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时表示 中国过往30年的经济发展驱动力 是对中国共产党领袖的权力 在宪法层面进行制约的结果 他们强调一位非民选的政治强人 成为事实上的终生独裁者 绝对不是他们这些中国留学生的愿望 学生们还说 我们希望更多人关注中国宪法取消主席任期限制 因为这个修改有可能将我们拖入新一轮的文化大革命 学生们还说 我们是身居海外的中国公民 我们很荣幸能够学习和生活在西方国家 因为西方国家不但保护我们的言论自由 同时还鼓励我们的言论自由 如果我们海外的中国公民 不为国内的中国人发出呼声 谁还能发出这样的声音呢 活动的组织者表示 虽然在一些学校 有中国留学生将海报撕下 但是活动还是得到了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 高校中国留学生的鼓励 海报的设计和活动的组织者 主要通过推特来传递消息 将我反对和不是我的主席 这两个口号作为活动标签 方便信息搜索和传递 同时在推特上贴出海报模板 以供更多的学生和海外华人下载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认为 这些中国学生的行为非常罕见 这份杂志强调 虽然远离中国 中国学生也不愿意公开批评中国政府 因为他们担心这些批评 会传回国内的官员耳中 进而影响到他们回国后的求职就业 甚至人身安全也有风险 这里是银爵之光YouTube频道 让我们从大洋洲出发 追溯地球村里的中国光影 期待您的评论 感谢您的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